是清白的 我们尊重任何司法的审判程序 检方补偿证据 佐证黄景泰确实有羁押必要 第一时间检方进入议长办公室 进行搜索时 黄景泰在一旁打电话 对象是一名张姓女子 根据了解 前后两人共通话六次 还传了两封简讯 内容针对黄景泰 被搜扣的大额现金 进行讨论疑似串政 选举倒数五个月 蓝营执政县市 频频冒出最后一根稻草 闭案连环报一路向北烧 是否已经重创蓝营基隆选情 黄景泰将选到底 还是被振钱换将 蓝营的宝四都计划 除了台中台北最危险 基隆守得住吗 最新时事就看新闻面对面 马上来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好 现在叫资深媒体员郑佩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郑诗诚 主持人好 晚安 我们工作者文生 主持人好 各位好 资深媒体员康仁俊 主持人好 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 大家晚安 陈东豪佩芬家汪杰明 大家好 好 仁俊 其实你说整个来看的话 大家在礼拜三 礼拜四你说基隆 有没有冒出所谓的弊案 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可是你看后来法院的裁定 法院裁定其实某种程度 如果你真的看那个内容 法院裁定意思是说 对啦 因为你只是因为检察官 你提出来说他涉及到重罪 那我要120万交保 但你真的看内容 法院也不觉得说 他到底有犯什么罪 黄景泰 当然这个东西检察官 他需要有很有力的佐证 才能说服法官 那现在大家看起来 这个案情里面最明显的就是说 我在你的这个办公室里面 搜到一个所谓的 有陷阱 500万 那这个500万到底是怎么样子 那你可能自己要讲清楚 不过我对于黄景泰 自己在出来之后的那个讲法 我倒是特别有兴趣 为什么 他说简化这个公文作业流程呢 本来就是要为民服务的这个 他致力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能够简化 大家应该给这些公务员 我大概印象中 他是这个说法 就是应该要给这些公务员 肯定或鼓励之类 那我不太知道 那就是说这个简化公文作业流程 这个可以有什么样的快捷的方式 不过这个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是检掉 他现在在特别注意的 因为既然有流程嘛 那你从A跳到B 或者是什么东西程序省略掉了 甚至如果现在大家质疑说 你省去掉了 包含你什么什么归费 或者是什么水土保持 很多很多东西都做法 那这有没有涉及违法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非常需要厘清的 不过现在大家看起来就是说 除了黄景泰这个案子里面 大家会更质疑就是说 那你国民党的这个基隆市的 这个选情该怎么办 很多人就开始在质疑 就是说是不是之前罗志强 杨永明 那罗志强还非常这个热心的 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写了一句说 没有什么位置是非谁不可能 就引起很多很多人的揣测 当然我大概片面去了解一下 地方人士对于黄景泰 这一次出事情 其实很多人是不意外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黄景泰 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外泛的人 尤其有的时候 喝了酒之后特别的外泛 那有时候这个外泛上面 当然会让人家觉得说 它比较拔护 比较霸道一点点 就是地方上是有这样一个说法 那对于他很多热心公益的事情 他自己也都讲 他说反正我就是为民众什么服务 那很多其实传言也都讲说 他自己面对选民的时候 是非常的热情 但是面对官员的时候 是有一些可能比较霸道 我大概问了一下 地方上告诉我是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存在 所以他接下来 他这个牵扯的事情 到底面积的事情范围有多少 我必须要讲是 地方人士现在透露出来 他不是只瞧一件而已 所以其他的事情 瞧的东西 剪掉会不会只抓这一件 还是你后面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案子 因为基隆现在有很多地方 正在做很大幅度的开发 包含他的房价 其实都一直在上涨 你可以想想像深溪路那样子 这次被爆出来那个花园城堡那个部分 你知道在深溪路那种那么偏远的地方 一瓶卖到二十万 他基隆里面还有那种将近一瓶到五十万 谢谢各位终于青睐我们 谢谢各位 好不好 我们基隆属于老市在台北旁边 你们把我们看成边陲地带 我们基隆也是好山好水的地方 有吗 我们台北市要把你吃进来 什么点真实的 别看着你讲这一句 你讲说你这个基隆三层 因为你很多大概九层都是山坡地 那些开发上面 如果真的你是为了说简化公文程序 你简化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有没有危害到整个 就是说你未来 因为这两年我们也看到基隆 确实就可能也比较辛苦一点 天灾 天灾 或者是有时候没事石头掉下 你会看到那个时候造成 就是有一些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次被查 我其实个人我觉得不意外 但是对国民党基层来讲 确实也会认为说 黄景泰这个事情 国民党重要好好处理 因为他牵扯的可能不是只有 黄景泰自己一个人 要不要参选基隆市市长 要不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是一回事 国民党在基隆 还有他自己的盘栈 他还有其他的名义代表要选 而且如果你今天 这个黄景泰这个问题 如果按照到最后的 处理的状况不好的时候 地方也会担心说 会不会影响到 其他国民党县市的情况 OK那当然其实 包括所有的案情 涉及到案情的内容 最后一定要看 检方跟院方最后的裁定 到底是怎么样 证据走到哪里 可是这整件事情 刚才任俊讲的 字里行间意思是说 其实选战 有很多时候下棋也是这样 下棋你不能只下 眼前这一步棋 当然 他一定是整个棋局的考量 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市城 整个棋局的考量 对国民党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每一次看这个时候 都说他不是单纯 一城一地的得失 对 那你看整个棋盘下来 大家都在讲保四作战 保四作战 现在好像国民党 每个地区都非常慎重 都要保 一定是这个样子 因为执政党嘛 对 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基隆这件事情 他会起一个连锁效应 还是法院到最后 因为最后就是一个交保 会不会反而让 国民党人就讲说 没有这么严重 或者没有什么事 OK啦 不用担心这些事啊 我觉得现在有个阴谋论出来 那个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这个何志伟说 因为黄景泰 一向不是上面喜欢的人 所以呢 这个黄景泰就自己担心说 他常常讲那句话叫做 国民党是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刚刚任俊讲了 因为上面属意的是 刚刚讲的两位啊 包括这个杨永明 包括这个罗志强 那这个黄景泰 可能不是他们属意的人选 所以这次是不是有阴谋 对不起 为什么所有的选担 你们人选全部都要把它搞成 上面喜不喜欢 为什么一定都是这样呢 因为 上面有他们的记者在啊 因为就两个字 好巧啊 上面不喜欢的 还最近怎么老出事啊 我再等一下讲 为什么抢着表态的都是上面曾经喜欢的 我前两天 我前两天听到个说法才更有趣 他说要不是 我跟你讲 这次学生运动救了谁呢 救了连胜文 为什么 因为他说如果不是学生运动 听说 有人还要拿出更多的资料 给他的对手去报连胜文的料 听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存在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基隆 市井传言不可接触 基隆这个部分 现在就很奇怪 因为黄景泰 如果说他常常说这句话 那就怪了 任俊说 在他的办公室的卧室里面 搜出五百万 他如果国民 他知道国民党是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他没事在里面放五百万 当做选举经费 他疯了吗 昨天蔡正元在 对不起 前天蔡正元在我们节目里面讲 一个选举的来讲 要选市长的人 他需要有一些经费的挪支 是OK的 是啊 可是这么早放在那里面 那如果我是他对手 只是五个月来要选举 不不不 你听我讲 如果我是他的对手 或怎么样的话 我就爆料啊 你到时候跳到黄 跳到黄河洗不清 等选完以后 你洗清了对不对 再联络了 OK 常常发生这种事情 这不是第一次发生 黄景泰是政治政坛的小白兔吗 他会不知道 因为他讲这句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所以他自己为什么不小心 那现在的阴谋论是说 会不会是上面这样子 所以故意搞 然后所以黄景泰下来 所以这两个会上去 我觉得不是 第一个 马云九没有这么高的手腕 去干这种事情 OK 第二个 我认为是西瓜效应 你想想看 国民党的铁票区都纷纷出事 所以昨天平面报纸有分析啊 这个到最后可能是大崩盘啊 就是你知道吗 你是基隆人 我是 基隆市长这两任都很糟 我只能这样讲 一个已经过世的许才丽 玛丽兄弟 一个是现任的张通融 请问他们 他们上报纸的新闻 哪一件是好事 哪一件是好事 再加上下一个议长 你知道吗 国民党 那时候我有很多基隆朋友 他说 你以为我们一定要支持南军吗 这样帮我们放着 然后定找这些人来 基隆最近 最近才还有些建设 这几年 可是说实话 基隆传统上 真的是国民党的铁票区 是啊 因为我从前就在基隆长大 他真的就是国民党的铁票区 只有一次是被蔡仁坚选走 对不对 是蔡仁坚选 你已经有 对不起 只有一次 后来就 后来就全部是南军 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这些南军的铁票区 在年底 不要说丢掉 选得很糟 我认为会是西瓜效应 绝对不是什么中版效应 所以你用这种方式 把一个人弄下 把自己弄上去 我相信 不会有人这样操盘的 不会这样操盘的 不可能了 佩芬姐 我们就来看的是 大家都说 黄景泰其实争议性这么的高 当初这马主席 怎么有先查个清楚呢 就去提名他呢 其实 他们还在初选的时候 我有跟基隆仁谈过 然后我认为是 那个林水木的儿子会选上 因为条件很好 学历啊 外形什么都好 可是基隆仁告诉我说 黄景泰条件也很好 而且他 这次大学法学硕士 对 然后其实他从政也非常久了 从市议员一路干上来 是啊 然后他们说他不但这个条件很好 而且布局已经很久了 所以他的出现机会很大 结果他真的出现出现的那个比例是很高 比如说他那时候是42.268 遥遥领先 民调 对 第二位是那个韩娘喜 是26.8 那第三位才是 夹暴黑寒 那个叫何胜农 他只有16.47 结果我说条件最好 那个是只有13.9% 换句话就说 他是遥遥领先 那刚刚讲说 议长办公室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钱 我的说法跟那个蔡振元 倒是不太一样 因为我认识很多议长 省的县的市的 包括什么我们的阿彪哥之类的 议长常常是要救急的 他不一定选举 比如说我的议员要走路了你知道吗 或者三点半要来不及 就会跑去求救 那你议长如果就得随时去救 还记得李敖大师那时候不是 有一次被我笑 他要选台北市市长 要交两百万 结果王金平就送了两百万给他 所以就很谢谢王金平 请问一下那王金平那两百万 不是立刻去银行提的 所以他们身边一定会有 你这样的话 就是像黄简态他也很冤 我的意思是说 那他那五百万要怎么去跟人家讲说 我要怎么去跟你解释 我这样 因为他只要解释 就得罪所有议员 你知道所以议长其实很辛苦 所以你看很多议长的下场都不好 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个钱去帮人家救急的话 就很难嘛 所以我倒是 我不是称赞黄简态是好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我绝对相信 因为你知道吗 国民党的人跟民进党人是不一样 民进党人是去打拼 然后出头 国民党不是在里面斗 斗垮你们就出头 所以你看很多的资讯 包括我们讲那个联盛文那些资讯 还有朱立伦那些资讯 你要问我 怀疑绝大部分都是党内的人自己丢出来 所以换句话说 黄简态那你自己不小心被逮到 你说他跋扈以他的资历 在基隆的影响力 我觉得那跋扈很正常 就是说议长啊 官员 你知道议长如果说态度不好的话 官员真的会怕他 菲营姐说实话 你要讲跋扈与否 说实话民意代表 对 哪个不跋扈 如果真的讲话 有很多都跋扈 如果真的要用这个词来讲的话 你看我们的立法委员 骂官员跟骂孙子一样 所以才会出现前一阵子 我们在讲说 为什么最近好像 行政院的内阁官员的要求 都特别硬了 说态的比较像 那个对抢的态度 我记得我以前还笑过 高雄市的副议长 我说我在美国采访 看国会议员讲话都很斯文 你们怎么还拿墨去泼人家 后来他就比较斯文 可是台湾的传统就是这样 所以刚刚任俊讲了一个重点 他说这个东西 到底是五百万 到底钱哪里来的 可是再加上 他这个简化行政流程 这两个加起来 或许没有对加关系 可是对不起 这要查很久 查完了就收工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他说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他自己形成了一个 人家害他的绝佳的机会 这要怪谁啊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东豪 你说从不管说基隆 然后桃园巴德的弊案 对不对 这一连专出现这些 对蓝军来讲的话 他真的会是年底最大的危机 或是有人讲说 他反而会激起蓝军 另外的一种 所谓的危机意识的转机 到底怎么看 那么讲 如果是一个没有 证据不够的 然后司法去侦办他 那就是一个凝聚选票的动力 那叫迫害 但是执政党破坏执政党 是一个蛮奇怪的事情 那第二个 真的有证据 而且被办到的时候呢 被掀开的东西 臭不可闻 那就是危机 那会骨牌效应 那因为 跟这一定要谈到 叶士文的巴德 都是检察官指挥 廉政署记录 都不是调查局 调查局在这些案子里面 都没有角色 在过去我们跑的经验里面呢 调查局的办案 有政治考量 那连政署 我还要帮他讲一句话 他这个单位比较新一点 所以 这个单位里面的人 越基层的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检任以上的 检任以上的人 就开始有人情包袱 越是基层的人呢 他越简单 那他们办案的动机 相对会比较单纯 可是这两个案子 其实不大一样的 我当然比较看好 叶士文案子 因为 一级就一级重地 黄警的案子 会相对比较坎坷一些 我做一个简单的表 给大家说明一下 黄警泰 他的罪名都贪污资贷条例 一个是用土利 一个 然后叶士文是用行 行受贿 都有发现到金钱 一个五百万 然后一个是现场 找出一千八百万 当然后面是说 要行费两千六万 都有租房子 黄警泰租的是 甲山林的 好像是东方地景 东方地景还是什么的 对对 反正是基隆有名的豪宅 叶士文是买房子 叶士文也是租房子 他是那个桃园的大吴江 中月 中月 然后 大家为什么 这两个案子放在一起看 因为 有很多地方很相似 比如说像证人 都有甲山林 都有新复发 甲山林新复发 当然 叶士文的案子会漂亮 是因为多了一个菜人会 好 那如果有钱 叫有人行贿 对不对 这边有这个赵腾雄 可是这边是谁 到目前为止 不知道 有没有也不知道 对 还有一个 为什么说 这个案子会屈折 既然简单官发动 搜索的罪名叫土利 就是表示他事先知道 没有钱的事情 他们没有掌握住 这边一开始 就是告诉你 他收贿 所以他一开始 就知道有钱的事情 所以他是 前一天交钱 隔天就搜索 那这样听起来 好像黄警探这个案子 有没有可能是 司法破坏呢 那我可以跟盖位 报告一下 因为案子还在办 我知道也不够多 我说实在的 我知道也不够多 没那么厉害 那我可以稍微 知道一点的 就是说 这个案子 搜索 的目的 可能是在查 另外一件 结果还有另外一个案子 是 这一般我们在看 黄警探的事情 会不会杠上开花 那黄警探作为当事人 我们的黄警探 自己心智肚明 我真的讲 心智肚明 他不担心这个500万 因为 因为这里面 还有人民币 对 是 这钱不是同一笔 希望佩生姐姐讲的 这很可能是 他身边的零用钱 对 就人家零用钱是500万 还有人民币 黄警探真的要担心的 他要担心的是 在搜索的过程当中 因为不是只有搜他家 跟他的议长办公室 他弟弟 外面很多公司被搜索 我所谓被搜索的公司 跟这两个证人无关 也就是说基隆地检署检察官的搜索行为 他用了这一个 这个官说案 这个不遵守这个水族保持法的名义 去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搜索 搜到的东西 应该 如果说顺利的话 可能会找到他们想要知道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在跟监 监听 一段时间之后 他没办法确定有钱 不是东豪 因为东豪刚刚讲了一个行话 说实话 因为你只要一看到那两个罪名 要移送的罪名 就知道 因为当你用土力去移送的时候 东豪刚刚讲 就表示没有钱 就弱 对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说实话 像我们以前很多案子的办 当你没有钱 你要办一定说他土力 说实话 这个空间 想象空间就会变大 对啊 因为像叶士文那样子 能够大啦啦这么多钱 而且就直接人家一个皮箱 我们就讲说一个皮箱 一千多万在马路上跑来跑去 这种事 真的绝无仅有了啦 对 所以像那种 当你说是土力的时候 他的那个办案 要定罪的空间 恐怕就会 就会很困难 会很困难 对 可是这个案子 他们集团官的高调到 居然还去深压 所以我直接就讲说 搜索的目的 是为了查其他的资料 对 好 那黄景泰当然 交保之后出来 表现得非常正义 口才非常好 嗯 他的表现 我真的觉得说 如果不是听过一些故事的话 我会相信他真的是清白的 他口才真的非常好 他口才真的非常好 但是我相信黄景泰 我们的黄议长 他真的要紧张的 或者他自己内心应该知道的是 他到底哪些东西被人家收走 他要担心的是 那个部分会不会被人家杠上开花 这个 这个是后面 后面会衍生的问题 嗯 那从这个事情你去看的就是说 基本上马英九总统他对于 这些司法机关 现在的控制力 几乎没有什么控制 这是不是要给他掌声 是的 可是在他的同志来讲 国民党的同志来讲 会很讨厌他 为什么你不能控制 哦真的吗 是 因为马总统一定赶同身受 为什么那么讲 他当法务部部长的时候 查会也好 查弊案也好 当时他所做的最大的批评是什么 就是他同党的立委们 他同党的长官们 不断的讲 为什么你让这些事情发生 所以才被告夸了 是 告到李登辉那边 好 汪森哥我们就要来看 现在大家就说 怎么台湾头也爆发出像这样 只有出了这样的状况 有人就在想说 接下来这来营年底的选情 是不是不太妙啊 刚刚提是基隆议长 那有个嘉义议长 现在也失踪了 跑路了 也是因为案 现在前天开始通缉 然后台南的议长 牵涉到张灿红 张灿红已经坐牢报到了 那个议长也消失了 不见了 就是你看中南部 都有议长出状况 那叶士文的案 我觉得是一腔命中 因为这个是中央大员嘛 营建署下来的 那委屈到了桃园县副县长 还在那边搞七年八 但是基隆这个案啊 我觉得好像王静平比较倒霉 为什么 为什么扯到他 因为王静平好像说他儿子在甲山林嘛 对 这样就比较倒霉啊 这样也比较倒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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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刘丹哥怎么打到 他否认 他当然否认 他是说你们自己去查 他也没有讲 所以就知道说这个蓝营内部 现在大概有一些状况 可能先变先啊 这个大家在抢地盘的 那这抢地盘的状况 只能说基隆 我觉得因为刚好是在台湾头嘛 算是最北边了 刚刚提到说1997那一次 其实就是蓝营内后 所以李静勇 李静勇不是基隆人 是云林人 他现在在选云林县站 当时住在台北市 然后跑到基隆还选上 这个跌破一缸子眼镜 那现在蓝营我想也很怕这样 可是我觉得黄景泰这个人 毕竟是政大法学硕士 所以他绝对有他的法学素养 他知道那个分寸 我敢在办公室放五百万 而且他已经五连霸四亿人了 还当过国会助理 所以政治生态 他应该比别人还了解 现在网络大家是讲一个笑话 说是黄小鸭来复仇 黄小鸭复仇 黄小鸭复仇 黄小鸭爆掉 黄小鸭爆掉 桃园也爆了 刚好桃园爆基隆爆 所以现在回来复仇了 OK 可是真的讲起来 如果从当初的弊案 你说不管是桃园巴德 或什么这些 有很多人都在讲说 会不会就像刚刚淮宣讲说 对蓝营的年底的选战 会不会怎么样 可是说实话 你真的把整个版图江山 大家以前都讲蓝天绿地 浊水溪 当然现在讲说 台中选情会不会紧张 因为前两天又爆出 他们的首长 有没有事务官 然后转任的政务官之间 回任的一些问题 那会不会退守到大安息 或怎么样 但是再怎么说 我不晓得揭明 选到最后 其实可能你会发现 桃园民调 其实也还好 并没有说好像真的 就有一些千里或什么 然后其他的地方 当然台北 现在民调也是稍微落后 所以对蓝营来讲的话 他就觉得 好歹我还有五个月 我还有五个月是可以打的 对 因为有人这么说 刚才讲 黄小鸭复仇 其实是郑文灿说的 一个是在桃园的泄气 一个是直接裂开 他们说叫做黄小鸭复仇 但是其实这个黄小鸭 让黄景泰 的确在基隆 一下一战成名 因为想说 在基隆 我们也看到 小鸭 多么疗愈 多好 那可爱的样子 虽然它中间剖开 人家照出来 可是马上又可以 有新的又复原回来 而且还缝得还更好 所以事实上 在整个基隆的版图里面 不论什么样的资料显示 事实上还是偏向蓝 不过 我插一句话 杰明刚刚讲 黄小鸭在基隆 黄景泰各一战成名 以基隆人来讲 我说实话 那时候黄色小鸭会 可以争取到基隆 说实话 对基隆来讲的话 会觉得 蛮有荣誉感的 不是 你们好歹 有没有什么表演 大家也来基隆表演一下 对不对 那我们有个大港口 那个鸭来 鸭到港口 OK啦 你不要 大鸭入港 主持人一直在为基隆叫去 其实他真的应该叫去 因为1949年国民党车推 就是在基隆上岸 对有很多在基隆上岸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地方 是是是 你可以看所有的书上面写都是在基隆上岸 是真的 没有什么在台北港 没听过 高雄港没听过 高雄港只有几艘船而已 还是以军队为主 那真的所有的人都是从基隆 上海 黄金上海去来的 基隆 结明 马屁拍差不多一个视频 对 我还有一件事 其实这个花园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背后有这么多阴谋 但是它其实很单纯 就是有人去检举说 这个 这个 我们说样品屋非常厉害 竟然可以占到政府的公用地 而且它在做这个 因为它是山坡地 那山坡地你刚才所谓的样品屋 你还是要有些随途保持的动作 它竟然也不用做 而且也不用承诺归还 所以就有一些可能就是来自于 就是知道这个事情 就非常生气说 怎么可以这样搞 然后呢 接下来当然可能这些官员们 也听说这些官员就是 这个议长有对官员施压 所以这讯解出来了 这里面也就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这检调人员就装扮成夫妻 就到处拍照 所以拍照 这个已经很有兴趣 你知道吗 那房价真的不便宜 真的不便宜 真的不便宜 一瓶要卖22万到25万 坦白讲在基隆这是算 算高的 而且重点是什么呢 它也不是坪数大的 因为它单价是550万到800万 那所以就是差不多是25坪 到差不多40坪左右 那这种其实 因为我们知道房价是这样 你越高楼层 你的楼板面具越大 你的价格就越贵嘛 它可以卖这个价格 整个建案出估也有六七十亿 其实算是不小的建案 而且它有1500坪的生态花园 1000坪的中央花园 还有这个温水游泳池 那这里面有个小插曲 就是你看发生这么大事情的时候 这个记者都麦给 贾三菱董事长的时候 贾三菱董事长一派轻松 还可以讲小笑话 你知道我三月份的时候 只不过只要雇工去那边 去那边除个草 马上账单就来了 因为没有经过这个土地的 这个编更完毕 所以先罚6万块 他说那我们这些建设公司 到了这个地方来 你罚我6万块 我只是去除草 不是很好吗 草除干净不是比较好吗 有些地方不能乱除 一除6万块 他想说 怎么会这样呢 因此他就决定这件事情 那就问问问看 谁比较有利 就打听到了 就是有500万那个比较有利 他就找了议长 那议长就觉得 对啊 这边造福相邻 金融房地产要旺 你总是要几个建案 价格要在二字头 那整个金融市不就可以四五十字头了 不是这个地方就会繁荣 辛勤入愿吗 任何个国家要把景气拉起来 第一次就炒房价 对啊 除了德国以外 你看马中的就任第一次 不是炒房价吗 日本也什么三支界 三支界也是炒房价 欧巴马经济选 炒房价对啊 所以英国 英国现在房价涨最凶 所以这个议长 当然二话不说 这个案子要帮忙啊 所以其实他的整个铺层里面啊 就是少了一个菜人会 因为如果说今天真的看到有一个人 推了一把钱 而且带子还要不适合 对 这样子被逮到 那可能就有问题 你这个钱没有办法对价关系啊 而且里面还有人民币 你更说不出 如果里面是存现金 那我还想说 这个有点可能有些对价关系 你里面放人民币 我在想 建商还要辛辛苦苦 把他的台币换人民币 我觉得这个有点高端 我觉得最近搞建商可以 这搞汇率 而且最近人民币又跌那么多 搞不好 议长还说我顺势了 所以我要说一件事 其实案子慢慢的厘清下来 包括桃园也慢慢就是 叶士文的问题 那所有的官员站出来说 是叶士文就是知识 他们个人是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 去做的决定 而事实上的远雄 在这个发的案里面 它也是单位面积 互数最多的 也是其实是整个企划里面 是最好的 不是因为我跟建商 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只是就是瑞士 对 要讲清楚 好 对 不要一会看到我有广告 对 是不是 好 对 所以 你有帮人家做广告 没有 我没有 你有帮人家做广告 有 有 不同家的 不同家的 建案件 对 最近 最近打 朋友打那个地方 OK 不是 重理不在这里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脉相传 所以当然这位议长一出来第一句话 当然就会觉得 我是为民服务啊 你也没看到对家关系啊 你怎么说我做这件事情 其实桃園状况很这样子 慢慢觉得 这件事情跟这个吴志阳是没关系的 只是他眼睛可能 眼睛不晓哪里找不对 或者这个阵风关系 从东央到桃園这边有一个断层 他架不去 他收不到续席 所以现在的这个民调看起来的确 其实基隆 基隆虽然小输了 但是大家对基隆蓝大于绿的状况 其实没有改变了 不不补补一句话 不过因为刚才讲到那个 这个建商的这个服务 本来选民服务没问题 可是 可是我们这个黄议长的选民服务太特别了 他有房子不住 自己跑去租 甲山林的房子 租那个大豪宅 360度的米 然后一个月租金三万块 好便宜啊 基隆可能房价不高 可是你说 那个租那一层那么大 一百多瓶 三万块 这个有没有打折 然后等到甲山林自己在那边代销 要盖那个样品屋的时候 你去帮他忙施压 这个本身就有问题 还有 我说这个案子现在看起来的 其手笔虽然不是那么好 可是我觉得他要有点耐性 我不能破检察官的梗 但是呢 我真的讲 搜索的目的 是为了其他的事情 眼前我们所看到的 只是一个开始 好 不过我想起来了 那个建案应该叫东方地井 东方地井 东方地井 那其实 第二高的楼 对 其实前一阵子听到 有一位工商大佬说 希望大家到台中去买房 然后搭高铁来台北上班 我听了以后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说实话 你搭高铁台中台北来回 真的 如果这样讲的话 内举不必亲嘛 外举不必先 各位 你到基隆 我跟你讲真的 东方地井 基隆各位常去庙口 那个地方高速公路一下来 那条河叫田辽河 田辽河 大概一般人不会注意到 它上面有很多桥 总共几道 十二道 那十二道是十二生肖桥 刚好从鼠排到猪 那东方地井 大概应该是在 马羊或那一带的一个桥 那附近就对了 对 它是最 算是那一带次高吧 非常高的一栋楼 你知道基隆的房价 长期还 我都完全不懂 基隆到台北上班多久 开高速公路 三十分钟 不用三十分钟 如果不是上下班时间 连二十分钟都不要 很快 对 然后你说在 那个八祖交流道下 任何一个交流道下 它都非常方便 但是它的房价 一直都非常低 你说像刚才讲的 那个建案 都一字头吧 一字 一字头 我跟你讲 套天一处 四百万 绰绰有余 很多地方 真的 我就不懂 所以其实有很多房子 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说政府要打房 但是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地方 你从台北市 开始往旁边发展的一些房子 我觉得那个逻辑是通的 你们就来我们基隆买房子 会怎么样呢 它真的 它又海港 有没有 它跟好莱坞一样 你到海港一看到 对面你会看到 Key Long 有没有 就跟好莱坞一样 小鸭除去 对 那就把几个 那个什么 那个政治人物除相 磕在山上 所以我跟你讲 我就要讲那个十二道 那时候我去 我帮我的同事 我同事基隆人 我去主持婚礼 我就是看到那十二道桥 我对基隆市长非常失望 你知道那十二道桥 直渴远观 不可泄万烟 那很久 对 而且都没有在维修 上面的东西 离离落落落 我说那基隆市长在干什么 你既然有这样的设计 却没有维修 上面 包括晚上会发亮的东西 都已经 你去看 我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改 都没有整形 我决定来谈台北好了 我决定来谈台北好不好 但是我说刚刚这个 刚任俊文冬好 想跟冬姐是 简化行政程序 还是跳过合法程序 这非常重要 如果是跳过合法程序 那些公务员虽然被 这个交保 可是问题是 有没有跳过合法程序 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讲 土利土利土利 公务员多怕这两个字 我只要说你来 我想办法把你简化成去 然后你过了 土利两个字 就跟你一辈子 你这被公务员就完了 可是我请问一下 这个黄景泰议长 你是怎么样的 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先取得 什么杂像资料 先整地干嘛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水利保持没有过嘛 所以 他连杂像资料都没有 都没有 然后就先整地 请问一下他怎么敢整地 这个跟案情有关系 我觉得就要看后面 包括检方跟院方去办 可是刚为什么 我会讲 我不是开玩笑说 我摊台北好了 我是真的讲 因为台北这场选战 你不觉得打到现在 它是最吊诡的一场选战 是啊 就是绿营里头 也有一堆的问题 旅副也讲话 什么地方 地方还有一些旅长 也出来讲话 那蓝营就更妙了 因为蓝营到现在 片姊 蓝营会不会到现在 还搞不懂 我们为什么民调会输 其实我想 刚刚施承讲的 有一点跳跃 其实没有学运的话 搞不好连胜文出不了线 因为如果说那个 你说听手中的声势 会往上走 那川普啊 还有那个兔鲁狼 还有这个杨胸 如果一直打下去 搞不好听手中 真的会超越他 但是突然间 学运冒出来了 那戈然而止 那连胜文就没有事 所以他就情跑基层 然后就一路就出来了 所以事实上你说 他赢得 是不是很侥幸 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少爷 我觉得他从来没有 面对过人家的挑战 你知道家里面 又有钱又有事的时候 你知道很少有人敢挑战他 特别是他身边的一些玩伴们 根本没有人敢挑战他 然后他也未必会听 所以换句话说 他很多事情都他自己想 上场的事情有讲过 那个养酒是不是二十万 是不是几万 他自己很生气 打电话问他每一个朋友 你送的那个酒是不是几万 你送的那个酒 你到底送了什么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少爷 真的要很小心的 在处理他的选战 因为 本来他的那个弱点就很多 因为你从来没有行政经验 然后你的家里面是权贵 本来很多人就已经很不高兴 那如果你在不小心处理这些问题 比如说他打官司 他就告周玉寇 那周玉寇说我找到证人 其实周玉寇根本不认得宋耀明 是宋耀明告诉另外一个女性的名嘴 那个女性的名嘴去告诉周玉寇 那是这样传来传去 那如果你真的要抓到点的话 你应该去告那个律师 讲话的那个律师嘛 你说告宋耀明吗 因为是他讲 他们现在不是讲 他们有在考虑要收集证据以后 包括要告宋耀明 对 因为是他讲出来 他讲给一个女的名嘴听 那个女的名嘴又去告诉周玉寇 那周玉寇他讲 我讲话有所本 所以连胜文去告周玉寇 周玉寇可以把周玉寇找出来 他会有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不过刚刚佩芬姐讲的 如果在法律上 那样的打法是比较聪明的 你想想看 但是我刚刚为什么讲 他有一个盲点是 他会不会前面根本不知道 那个是谁告诉女性名嘴 然后再告诉你说周玉寇 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你 所以我听到你讲 所以那我就告你 然后你就说你有本 所以你后来就传出宋耀明 但是现在的比较尴尬的地方是 因为宋耀明现在他的立场 他就叫证人 他就是一个证人 那为什么我讲说 在法律上面来讲 如果像佩芬姐刚讲 去告宋耀明 当初如果一开始就告宋耀明 是比较聪明的 为什么 因为宋耀明那时候就不叫证人 他就是叫被告 他被告 他要去怎么证明 他讲的是真的 他没有的证明 因为就是我以前听你讲 因为宋耀明现在的说法 是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听你讲 那我就没有人能够来证明 我听你讲了 他就会变成是这个样 但是现在各位 目以沉舟 好吧 不好意思已经达到这了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所以换句话就是说 宋耀明 为什么大家会有阴谋论 因为宋耀明是国民党的律师 他的大客户都是国民党 包括马英九 包括孤佳 我想他提很多大咖打 然后又在 陈长文的律师事务手里律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说上面真的施压 就像东华讲 如果真的有说 你不要去惹这场事 他不会出来作证 但问题是 他根本不认得周玉寇 所以他会出来作证 换句话就说 怎么你们喜欢讲绿灯红灯 搞不好就 你说办案子 就绿灯 所以他就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连胜文 真的不能小看 就是说你当初怎么骂马英九的 然后你们父子 怎么去修理马英九的 很多男人到现在还不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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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还有就是包括高层跟连胜文之间 还有心结吗 您觉得 我觉得从那天他们两个硬邀去 黄埔建军九十周年 他们硬邀去那个现场 对 两个对着做 其实这些军头们实在是有点笨的 你怎么可以把三军统帅放那边 连胜文放这一头 你知道不是一个主位一个客位 就是一个主位一个客位 那你可以放在旁边做 就不会对看的意思吗 对 然后马英九二十分钟走了以后 就变成挺年大会 那马英九坐在他对面真的很尴尬 你知道那两个都是大位 所以我觉得那些军头们 其实这个规矩要学一学 你知道常常惹这种事是不经意 但是他的后果是很严重 OK 因为到这个礼拜 连胜文顺后也直接讲说 外界就没有的事 你们都不要塞到我的嘴里 连胜文现在一直都还是维持 这样的态度 对外界也告诉你说没有 所以在诉讼上还会再继续打 但这整件事情 其实我在节目里面 那时候也一直在问 人家有没有去过 譬如说海福纳的房子 或有没有去过任何 那一个联署人士告诉你说 我就是没有 好 那现在这个诉讼在打 那瘦敏有出来作证 说他听到的 这个案情怎么样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问题是这件事情 到底在台北市场选择 他的重要点在哪 一点都不重要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搞成这个样子 说真的他去过哪一个派对 住了什么房子干我屁事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重点其实不是大家 去过什么地方 或做过什么事 而是这件事情 让人家觉得荒腔走板 到一个极致的是 怎么一个东西 你会怎么讲都讲不清楚 你知道吗 那我其实当然 东豪刚提出很多疑点 就是说你原先的 第一个说法是怎么样 第二个说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OK 我也不敢讲说 连世文到底有没有去过 可是我们大家都一定 听过一句话 叫做冤有头债有主 这个话是从谁的嘴巴里面出来 你就去找谁就好了 那不管说你在什么 法律程序上面 你当时如果先告了谁 就会比较顺利 我觉得观众朋友 想法一定跟我一样 大家都知道 现在头是谁讲出来 就松耀明 那你连世文 如果真的没有亲口 跟他说过这件事 那你就直接找他就好了 我管你是被告还是证人 那你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也不愿意去面对松耀明 你就之后出来讲 说什么抹黑灾章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所有的事情 完完全全我们看到 那就把它讲清楚 有这么的难吗 换一个角度讲 刚刚东豪讲的 自己行年有一段 是说危机处理 就是说这件事 它本来不是个什么大事 可是为什么现在感觉上 它好像变得有一点影响 因为就对到它的诚信 一个是诚信 一个是能力 我觉得诚信跟能力 是一回事 当然 第二 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是 连世文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 第一时间他要否认 因为这会被人家联想成 你就是好业 你家就是有钱 你就是权贵之后 所以你可以过着奢华的生活 连世文他其实从初到 我不能讲他初到 就是他从决定要选 他从决定要选的 这个时刻开始 他就努力了 想要摆脱这两个字 就是权贵 你今天这边抱我一个说什么 我住的好房子 你这边抱着说我不上课 然后还可以去那个 到最后我还可以去当一个 什么副总 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被人家归位成为 叫做人生的胜利主 可是你知道连世文在很多的时候 他一直在告诉他 我不是胜利主 我考试也考不好 我还被骂 爸爸都不理我 到最后好不容易 我终于走上了一个 我喜欢的财经这条路 终于跟家里的 他一直想要摆脱这一个 可是当时你一抱出来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赶快先澄清 就是我没有 我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所看到 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连胜文 是透过很多的幕僚 想尽办法帮他爆装 可是我说真的 我曾经当面过 自称大家都认为说 跟连胜文算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就问他一句话 你觉得你认识连胜文超过十分之一吗 他连讲都不敢讲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宋耀明 连胜文说他跟宋耀明不熟 那宋耀明说听说 那听谁说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 他感觉他们两个人对话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两个 觉得不是很熟的朋友 他那时候是同班同学 所以他被邀请去过川普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那没关系 国民党从来没有栽培过连胜文 你说他父亲也许栽培他 其实他父亲也没有 你比如说他爸爸当国民党主席的时候 他是青年团的 你知道国民党的传统吗 那李登辉做党主席的时候 赖国州就是青年团的负责人 所以那是很正常的 国民党并没有栽培他 而是他旁边有很多人拱着他 所以你说你认识连胜文多少 我真的坦白讲 没有几个人真的很认识连胜文 因为那种权贵小孩 你不可能跟他变成死党跟朋友 你根本扒不上去嘛 所以温生龙我看 就不管选择打了多久 连胜文还是深陷在这个 所谓的权贵 这两个字泥澜里面 刚刚提的其实是20年前 对啦 那是20年前的play board 就是宋耀明去克伦比亚工会留学嘛 1994连赞是什么 连赞是行政院长 那时候对 所以宋耀明他会有感而发嘛 格魁的儿子24岁 没当兵跑来纽约 帕妹 这个对任何一个 比如说是靠着真本事 进入公务领域 那拿了这个奖学金 公家奖学金去深造的 那人比人气息人嘛 对吧 所以他20年前他当然认为说 反正你家有钱啊 你老子有事啊 那你要怎样 没想到说20年后 大家有碰上了 但国民党到底有没有对连胜文 值不支持啊 其实我是从这张照片来看 你看那个基隆市长普选通过 曾永泉马上就去给他拉索 拉索 连胜文的有没有 好像还没有吧 真的吗 你不讲我还没有注意到 没有没有 对 没错 没有吗 没有 还是没有那样的机会跟场合 太多了 真的吗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拉到的 还是没合 没拉 喂 要静观其变 是吧 因为 所以宋耀明你觉得这也代表 某种程度的意涵吗 基隆马上就去拉拉 迫不及待 那简太郎那是屏东那个去拉拉 从台湾委到台湾头都拉拉 那党内提名谁就马上拉谁拉 可是到现在没有啊 所以对连家来讲 这一本是陈文健帮连战在选总统编的 叫《非战之罪》 这个名字很好 他里面就写到嘛 他说为什么你是不会哗众取仇 讲连战 但我觉得相对也是在讲连胜文 连胜文一直 他自己讲 他说当事长不能靠一张嘴 他认为他的嘴巴大概讲不过 这个沈沪熊 沈沪熊比较伶牙利嘴 那另外还有个洪光炎 洪光炎其实口才也不错 反而柯P比较木讷 所以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场险战 有点 有点失焦啦 有点脱焦 但是 但是看连胜文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张广告 其实应验了 他的魔咒 丁守宗当时打出来的 这只青蛙 下面这一张 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丁守宗还是蛮有眼光 他已经预知 整个这个选战 打到最后就是会有一些状况 可是你们刚才的焦点都摆在说 包括国民党中央或高层 对于连胜文是不是支持或全力挺 大家都在这方面会做琢磨嘛 包括宋耀明只要出来作证 他光出来作证 就一定会有人把他拿来跟高层做解读 对 可是问题是你怎么想 这一场2014的选战 对国民党来讲的话 马中央又兼马主席 尤其首都这一战 他怎么打他都不能丢吧 我不管 不管你说四人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 到底马中央马主席 是不是真的喜欢连胜文与否 这个不管 但是你站在好讲大是大非吧 又讲到这四个字 就是如果首都这一战丢掉的话 会有多少人回头箭头会指着马主席 没错 所以他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我不管是不要 我就要挺吧 所以连胜文现在面对的困境 因为我知道那个连先生已经出手了 连先生开始在找救赎来去跟他见面吃饭 因为有人跟我讲 OK 对那现在连先生当然要帮忙 他们家族事业 对不对 能不能延续就看这个香火了 这当然连先生要出手 对不对 第二个 连胜文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质疑他 能不能跟基层的脉动结合 所以就有国民党的民代跟我讲说 帮他安排的活动 他去了什么活动 就是那个工商大佬企业这些活动 他去 可是比较市井小民那些 全部被删掉 欸慢点 那天我有看到一则新闻 就是我往往是在哪个开门的时候 然后他们讲说 那个新闻还 我想一定是大家跑选战的时候 都会发一些新闻嘛 那个新闻还是他在一个庙前面 然后就大概十几二十个人 然后摆几张椅子 连胜文在那边 就是这种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市井小民 有 但是这种东西就很少 就是点缀在期间 可是你这东西 要做你的主key 不能点缀在期间 我们看 我们看他到底能够出现在 你看多少以前台北市民 市长选举 你看到那个基层 那种 参丰路出这种场合 我们看我们连先生 能不能做得到 因为现在大家怀疑 他能不能做到这样 第二个 有人说 旁边围了一群幕僚 把很多人的意见 阻绝在外面 不让人家意见进去 人家说我们这 我们团的 你不要来分一杯羹 那种感觉 而且最重要的观点 为什么他的民调起不来 我说 就是因为他跟马先生的关系 你知道吗 他在党内出选的时候 很多人为什么支持丁守中 因为连先生 哪位连先生 连圣文 跟他爸爸 在马王政争 是支持另外一方的 所以现在 那些本来支持马先生的 对于连圣文 非常有意见 这一票可能都投不下去 所以他现在民调起不来 所以马先生会不会 最后学那个 我们李登辉 举起那个马英九 一喜新台湾人嘛 这也是个关键 所以刚刚佩芬姐讲到 那个将领 把这样分到两边 那个马英九的心里 又怎么想 是怎样 你们这样是怎样 然后我走了才开始 挺年大会 我再也都不挺年大会 这样当我走 我觉得 如果我是马英九 我心里也会各样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这也是个关键 因为年底啊 我相信这一次的蓝绿 不 蓝跟白绿 白绿 会非常接近 那所有的票都是关键 OK 所以我们就来看的是 看这个联社文 这一次民调 真的最近都是往下当啊 以我个人在军方 这么多年的资历 我才不相信 那些大头 会忽略这种细节 是不是 那绝对都是安排的 不要闹了 那我们特意安排成这样啊 军方 任俊讲的这个 刚刚你们讲的时候 我本来讲 军方你只要在军方的 尤其是那些 会跑过的那种 他每个 如果你哪个人 排错哪个位置 我告诉你 真的把腦袋掉 脑袋的感觉 吃光吃饭 谁坐哪个位置 全副通通都是排好好的 对 因为你只要得罪一个人 稍微这个位置偏了一点 他本来应该坐这 你把他排好 我给你讲他扯不完了 所以你说那个大会上面 我跟上 军方故意弄给马英九难看 对 就是这样子搞给你看 是吗 对 那为什么要给他这样难看 很简单 没有是故意的 那是故意的 军方 军方对马英九 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意见 尤其是很多的退降 那这个很多意见 其实年金改革 那个时候确实 已经拉到极致了 那说真的 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 你马英九 你如果没放过 这些人去做 那行政院长 都是执行单位而已 那你总统 应该替我们讲句话 那这个的基層的声音 其实在军方里面 确实是一直存在 尤其是那些退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刚刚讲到丁守忠 我很少跟佩文姐 意见不太一样 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我其实最近一直在思考 如果今天不是因为 连胜文要出来选 丁守忠有当时 有这一次的那种气势吗 丁守忠喊了说要选 市长选了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他甚至看好到 到这一次今年 大家都说 你敢跟连在杠上 你都敢 为什么 因为他的对手是连胜文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丁守忠他吃到的是那一块 是可能他从来没有想到说 这些会支持我的人 为什么会支持我 因为他们不喜欢连胜文 对 所以有很多的那个中小企业 或者是中小阶级那些 那种中小阶层的人 他觉得说我是白手起家 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一个哥们的 那种状况之下 让丁守忠有那一个气势存在 所以相对来讲 我认为其实连胜文 他现在的问题 他当然一定有他的问题 他也是努力要走 说真的 您刚刚那个司成提到说 他要去什么市场 或什么庙那边 我跟你讲 候选人 为了要拿到那张票 你叫他哭的他也哭 这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为了选举 可是我觉得现在民众 他会看的就是说 那我难道不知道 你今天在这边 什么庙那边坐下 你是在庄的吗 我当然也知道 你是庄的嘛 这么多年下来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 你请问一下 连胜文这样就真的 他就这样就真的很难 很难跟你们聊了 就是我去 你们说我装的 我不去 你就会说 我就看你什么时候 能够来跟我们大家 主持人 我跟年纪意见是一样 可是你装也要会装啊 如果你连装都不去 那就更惨了 我跟你讲 这我要换另外一个讲 最少连胜文 他现在愿意做 他最少现在愿意做 他会不会有改变 我认为有 但是现在民众 回来看就是说 我们在看候选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检视嘛 我觉得柯文某种程度来讲 他讲了一个 比较好的话 他会认为说 比如说连胜文的那个 什么川普啊 那个他其实讲了 他讲那个不重要 就是在台北市场选举里面 不重要 那现在我觉得就是说 双方应该想尽办法 把这个议题拉到 你们认为是重要的 那个份上 而不是在放任 那个地方 我刚才以前我就讲 我说连胜文 他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说 他一开始宣布 要选举的时候 那个气势 那个规模 我的舰队准备好了 我的舰队要出发了 对不起搁浅 他这舰队 舰队到后来做了什么事情 你跟我讲 他的舰队 有谁帮他做了一个事情 他也是让连胜文 在这个选战当中 可以让人家觉得 是比较好的 没有 那个川普 那个花花公子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像好几个月前 就惨到现在 到现在 而且好几个月前 我们就知道 讲的那个人叫宋耀明 不是吗 那现在呢 他完完全全走不出去 所以我觉得 连胜文有一次他讲说 他觉得说 如果大家都在他的 这个权贵的这个 上面事情打转 他觉得是一种悲哀 可是我真的要不讲的是 那这个悲哀 又是谁造成的 我补充一下 我在你前面插嘴一下 其实连胜文 真正的问题在党内 我真的坦白讲 他如果说党内 没有真的把它协调好 你看那个沈富雄一出来 那个十几%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国民党的人 大部分是吗 大部分是 然后不喜欢连胜文的 就会这样子做 那连胜文真正的问题 是国民党 你在想大家都在说 男女板块55倍45 柯P到现在 不过就是40 他并没有真的超越 绿色的一块板块 那连胜文现在少掉的 就是支持马英九那些 大家真的不要看他9% 我就说常常 我碰到很多人 就跟我讲 一天到晚罵马英九 其实马英九 没你讲得那么烂 之类的 所以外面 他也有铁票的 当然 他有铁票的 有 他在党里面至少很多 我就碰过大安文山区的那些人 那个就是国民党铁票区 那个区 我相信连胜文 如果现在不真的改变姿态的话 他那个就拿不到票 在那个2012年投票的时候 大安文山双第一 就是总统选票全国第一 立委选票全国第一 如果他没有改变 那个马英九支持的那样的话 他真的就是现在这个 我可以不说一下 我可以不说一下 因为我们上次做民调 五月底做民调的时候 柯匹营连胜文是1.9个百分点 可是有一个地方 是我们看了全部傻眼的是文山大安 柯匹营连胜文4个百分点 大家都不解 怎么可能 我觉得 那个是深藍区 那个是马英九在那边住了那么久 深藍区 那是文山区 大安是台北市的精华区 文山是金工教 小伙同各方面条件都相对比较差的 可是那个地方 其实对国民党 是比文山区还铁的 还有第二个我觉得 国民党也好 黄菩兴党部 我直接点评黄菩兴党部 或者退伍会 不要 随便 浪费这些老人家的健康 体力 我想健康 为什么 你刚才讲 那个马总统跟延盛文在了那场 那个中央大会 我都岳父在那里面 90岁了 我岳父90岁了 他在那里面顶着大太阳 去那边支持他的党 我拜托国民党这些人 体谅一下这些老兵 跟国民党从38年来台湾 到今天为止 他还在挺国民党 请问一下 是个岳父 是贵岳父中党爱国 所以他一定自己要去 还是他们拜托他去 两个都有 他中党爱国 他也被动员 可是拜托一下 你考虑一下 这些年轻的人 年纪都很大 为什么你不去呢 你要叫老人家去 所以这个就是更荒谬的一件事 那个活动 对不起 不是国民党党庆好吗 那是黄埔建军 对啊 是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谈到 其实除了党内的因素之外 因为每一票都是有 就年底都是关键 关键 然后再来就是 连胜文现在展现的 你知道他爸爸连战 我觉得有个非常好的 这个 大家觉得看得非常好 就是他的格局 我觉得连战格局很大 可是连胜文看不到 所以刚刚连俊 或是那个东豪讲的 到现在还在追那个 红酒 你十几年前送红酒 到底多少钱 有这么贵吗 再追那个 所以说这个几年前 有没有去川普啊 有没有去 你追那个东西 表示你格局就没有 然后前一阵子又讲说 他的幕僚说 我那个地保就不会 就是集合式住宅 禁讲这些 我觉得每一句 对于连胜文就是伤害 所以国民党 我那时候跟国民党在明代里 他们最担心的 是跟我讲法一样 就是后面啊 你真的后面 能够有那个爆发力吗 你那个到最后 那个后继乏力啊 你会越走越下面 请问一下 连胜文你的爆发力在哪 如果没有爆发力 说明就下来 人家或许不会去投柯P 或者说不投了 不投你就毁了 不是 这场选战到现在看起来 还是围绕着刚才讲说 什么权贵宿命 对 这样的一个征战 因为你还记得 那个时候大概两三个月前 光有人就开始在柯P的 住的房子 开始做文章 说什么 其实我说实话 大家选举你想一想嘛 在台北市要选市长 柯P夫妻都是医生 没错 你希望他住总价 两百万的房子吗 有这种房子 找不到台北市 找不到 对 你们到底要不要 就他夫妻两个都是医生 平常你讲 一个医生 对嘛 一个医生是家 在台北市他应该有 他应该有的房子 或什么人家努力这么多年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人家讲 柯P也紧张 好像他就要出来讲 房子六千 房子六千 或什么就要出来解释那些 那您说 为什么还一直绕在这个地方 刚才讲 我觉得那个舰队的 舰队的方向 或是什么可能 也要再表现 对啊 你是舰队 不要对后只剩余政船 那就糟了 余政船还有战斗力 对嘛 OK 可是我不知道解敏 这场选战 看起来一路再这样下去的话 对林郑文 对柯P 因为现在柯P 他拥有的一个优势是 民进党不提名 对 就离让柯P 已经确定了 OK 所以他真的就算一役代劳 就他可以把所谓的在野都完全囊瓜于囊中进的整合 然后一役代劳面对林郑文的吗 其实柯P有柯P自己的盲点 因为毕竟他是医生 而且他并没有所谓的市政的这些经验 所以他当然要不断的强调说 他现在应该有一些部长级或者一些以前的一些官员 过来帮他忙 那同时间他还选一些年轻人来做他的选战的这个 就是冲锋陷阵的这些年轻人 可是他其实大家还是一个问号是说 台北市政这么多事情 你到底要从哪项进行 那他一直说要做叫做就是重新再开 restart再重新开一次 但是重新开一次你要开哪个方向呢 其实到现在柯P并没有很完整的去认输 这在后面的这个选战就会慢慢的 所以很多人到最后在打选战 真的大家把所谓的菜都端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真的就讲说那时候是新鲜感 他会不会连到是这个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注意到说这个民调 会不会因为是民进党跟他做了就是一期 在做民调的时候真的造成某种程度 他的曝光度变高 相对回来连胜文这时候就因为那个新生高价 他真的要把那句话收回来 可恶的 从财阶级上没有停车位了 你要是想怎么台北市有更多停车位 还是重点啊 那一次干嘛 新生高价拿掉 关于董事长下面有没有 相一话要感谢连胜文 这跳针我们拉过来 那其实他的舰队是讲太早了 但是到最后你在做所谓的文宣的时候 这些舰队的能耐就会可能或许有机会出来 因为他最近其实你看他到所谓相间 不是相间 台北市没相间 就是到比较就是区间的时候 去跟这些阿嬷在讲话的时候的态度 他说我其实要想很多的方法 把市政的钱转移到你 就是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台北市的问题 他其实已经慢慢去点出来 只是大家一直围料他权贵 讲到权贵 我觉得其实可能是因为他家事关系 他缺乏细腻的 而且他必须要清听的幕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刚才讲的半天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只要出过社会都知道 主位跟客位 今天人家军方把你坐在前面 你知道你前面就是马总统 你还敢坐下来 我也佩服他的勇气 那他要怎么样 他站着去 安排的位置 不是啊 第一时间就要离让 我们以前在常常去大陆的时候 你知道只要坐这位置 我说不不不不 赶快东拉西扯 扯了半天 然后就是觉得不能坐这位置 你的意思是说马总统坐那 当人家安排他坐这 他要讲说不不不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不不 我看了暗眼 不好不好 他不错 他不错 他不错人家到时候讲说 你看他俩有心情 他不错的话 他把军方也得罪了 那也不见得 那也不见得 如果军方其实就在设个陷阱 他自己跳下去 人家拍他马屁嘛 真的 他自己人家拍他马屁嘛 那是一个理数问题 你今天他 我这样讲 我记得佩芬姐曾经说过一件事情 说他们家庭的小朋友 因为见过了就是 这些大人物 每个人都很懂得 我没讲过 对 就是那个连慧欣 你讲连慧欣的时候 对 他们的教养 他们在这种官场的教养 他们是那种来自内心 知道哪个位置 坐哪个位置 然后该怎么闪 都应该闪 他自己那时候 其实就是犯神经太大条 其实这个花花公子 也是神经太大条问题 其实如果你到美国 你被邀请到花花公子里面 参加那个名人趴 那你不是 你没有什么三两三里 你绝对不可能去的 那就一个年轻人说 他曾经被邀去那件事 那当然一定要讲说 我去那个地方 年轻人说这句话 有什么大理 就是他有没有去这一回事 但是要知道一件事 那家 海夫纳的住宅区 是两公顷的范围 然后里面有许多的游泳池 而且33间房 每间房都极其奢侈 每一年这边选出 那一年的年度玩伴 叫做Premate 那是多少人要去抢 我们说就美国观点而言 你就美国观点而言 那是一个 就是你必须只有名人 才能参与活动 它跟芝加哥那个不一样 芝加哥就是一般的 他们的Premate 一个普通的招待所俱乐部 海夫纳的住宿 那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讲这句话 可能离台湾还是很遥远 因为资料美国人 那你今天联盛文 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可以立刻选择 把那个名单拿出来 因为他 什么名单 他邀请一定有名单 没有名单 根本就进去 20年前的那个 芝加哥 资料都一定有存档 那因为那边都是名人 甚至有人就是有参与过 上面签名都是 不是 我们可能就是要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花花公子 年度派对是花花公子 他们因为他们很夸 服装演绎 还有这个杂志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 美国的传媒集团 他们把所有的传媒集团 就要把这个花花公子 年度派对炒热起来 让知道哇 这边很多名流 当然里面有些 大家觉得哇 这衣服穿太少之类 其实你去肯定也可以看到 这么少的衣服 你到底在认输什么啊 杰宁啊 我要说其实 连议集很远 不是我要说 连议集团 其实他可以去 放轻松去面对这问题 他干嘛去高扣扣解 那为什么高扣解 就让我想到一件事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以前蔡英文在跟马总统 选举的时候 蔡英文曾经输过 所以蔡英文一出来 马英九就 马总统就看起来 就是蔡英文说什么 一定要攻击 已经赢过的感觉又回来了 其实连嘉曾经赢过扣 就是曾经有在法律上 诉讼上赢过这个扣扣 周遇扣 所以他这次就直觉去做选举 做这个法律上的诉讼 就他神经太大条 跟坐那位置一模一样 你进到选举的时候 你重视人和 你去坐那位置 你就上市了马总统人和 你用法律事件 你就上市了媒体的人和 他就神经太大条 过去这一路走来神经太大条 我觉得这段时间 他真的要思考一下 他神经太大条的问题 好好去听他年轻人 给他思考逻辑 不要到时候最后一把 他因为神经太大条 输了这个选战 来军方代表 虽然我认为军方那个是故意的 但也没到设限 对啊 太夸张了 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就是观察这些政治人物 他自己的互动 我们从小处看大事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我们 一直觉得说 连胜文他好像很多很多的问题 或者他一直被大家质疑 他走不出来 不过我自己这样看 因为我们自己在做媒体 相对来讲媒体对柯文哲 是比较友善的 对 在同样的议题上 对 比如说你刚刚讲房子的问题 对 那大家不会去穷追猛打 你看你也住六千万的房子 其实两个都是 都是 一个是很有钱 一个是有钱 那差别是什么 那差别是什么 柯文哲会讲说 我做一个小偉心做到现在 你如果说我没贪到钱 也是骗人 对 那大家看连胜文就觉得说 你也没做过什么事 你怎么会有办法做到这样 更何况他也承认说 有我是住我爸的地堡 所以相对来讲我认为说台湾民众或者是媒体 对于连胜文 我承认我们要求比较多 对于柯文哲我们有要求 但是不会这样穷追猛打 但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在于是说 在这样的关系下面 大家会比较着重的是 那你连胜文怎么办 没有错你已经被放大镜检视了 刚刚五哥也提到 那马英九他当任党主席 这也是他很重要的一战 能够放给他烂吗 那我会认为问题出在连胜文 他自己的身上是 你怎么去修补 你跟马英九之间的关系 连战跟马英九之间的问题 我觉得那是因人 因到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 可是你连胜文在 跟马英九之间的关系上面 我们从你在公开的 发表的谈话上面 你并没有处理好 即便你现在成为了一个叫做 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 被推出的这个候选人之外 你有沒有好好的想要去处理 你跟马英九之间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去讨论 那一个军方黄埔建军 那个场合里面 你连胜文的应对跟进退 我不认为那叫做 挖陷阱给他跳 可是相对来讲 我认为连胜文对这些东西 他并不理解 前一阵子媒体有报道说 好像连胜文到美国去参加 什么祈祷早餐会 是 那个时候不是说 他有等了金埔中 那一段不算说是要修补 跟马总统之间的关系吗 你要讲这一段 我们就把它讲明好 那一段我们一直在追问说 为什么要特别没事写的 那个在那里等了几十分钟 后来也传出来 他们自己幕僚里面 作业上面出现的问题 所以也不知道 等到发现到说 写出去的时候 那个稿子已经出去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就是说 连胜文他或许自己不清楚说 有很多东西是他该注意的 比如说 刚刚杰明提到那个 我认为那是连胜文 他自己的疏失 不管你要怎么位置做 相对来讲 你周边的人 能不能在你适当的时间 给你一个正确的建议 让你做正确的事情 这是我现在看不到的 可是我 比如说我们看柯文哲 柯文哲他没错 他也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可是刚才没有看到 是柯文哲背后幕僚的努力 现在大家都在讲说 柯文哲他好像是跟民进党之间 可是你知道他的幕僚 为了派系的问题 跟民进党里面多少人 达成共识了吗 他已经跟他们 已经协调得差不多了 在这一次你可以看得到 姚文哲的态度 从第一天他讲说 我希望党能够提名我 第二天马上联署说 OK 我可以支持柯文哲 你认为他是一种 突然睡醒了之后 被敲到头 顿悟不可能 所以你是说柯P有一个 有一个浅狼舰队 是 就是他的浅舰队 在遍布底下 在运作这些 然后联盛人士 大家大辣辣看到一个 叫大连党 对 没错 而且你看浅狼舰队 浅狼舰队下面 柯文哲大家为什么 会对他比较友善一点 因为他认为他是他的特色 如果他开始讲话 有嘴滑舌 他就不叫柯文哲了 所以大家对他非常 但是我觉得 联盛人士最大的问题 当然刚刚杰明讲的 有点over 就是说 到时候人家质疑他 他说你看 当年的名单这么多 他说我们都有去 所以这是个非常正式的场合 这非常的棒 我觉得参加是一个光荣 这也over了 这也过分了 因为台湾的文鲁明星 如果尤其是这个节骨也 接受不了 对 但是你说 我有去 当年就是这样 去一个场合 承认结束完了 然后我们的场合上面 有柯林顿呢 柯林顿我还信到 柯林顿说 你如果处理这样子 表示你有格局 那为什么当初不这样子 第一个 因为他就说他没有去 你听我讲 他就care说 我哪有承认 会怎样告信 会怎样告信 对 道声容爱中文说我是权贵 然后我喝红酒 对不起我再讲 我喝红酒然后喝二十万 有妖怪我 但喝了二十万 事实上 他人物聊说 人家带来红酒 难道你一瓶瓶问吗 你这多少 你咋办带回去 我要吃两千块的 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 你不需要去care 你想要说对不起 我当初不知道要吃多少钱 如果是这么贵的 我以后会注意这种东西 对社会观感是不好 结束了 我就看过那种留学生夫妇 都在同一个学校 你知道公立学校很便宜嘛 一块钱 然后你就吃到饱 牛奶一直倒 面包一直拿 私立的大学 一片面包 一片面包的蒜 一杯牛奶 一杯牛奶的蒜 那我就看过一对夫妇 他们同样在一个学校 你知道我们吃饭的时候 两夫妇就来了 然后先看菜单 这个菜单多少钱 然后有些什么什么菜 太贵了 就跑到别的餐厅去看 他们一定要看到那个 最便宜的 量很大 价钱很低的 两夫妇点一份来吃 所以换句话说 他那样的吹牛 会让很多留学生不愉快 那你在想宋耀明 我不管他是工费 他当初绝对是那种 像我们一样的 一片一片算的 一片一片算的 就是比较穷的留学生 一块钱吃到饱 一块钱吃到饱 一块钱吃到饱的那种 所以换句话说 看他这样吹牛 我去那个花花公子俱乐部 我当时住川普 会很不愉快 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一年暑假 我自己就没打工 然后就自己跑出去玩去了 很多同学就很不爽 来问我说 我们都需要打工 你为什么不需要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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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年时候 因为我有钱 因为我有好爸爸 那真的不爽 那当然也没有 他们是真的不愉快 真的 对啊 所以换句话说 你只是不打工 都这么严重 那当然 好 那我们就来看的是 现在这个联盛文 他要怎么跟马主席 马总统去修补关系呢 怎么能打电话说 最近我们见个面 其实要修补关系 你要发自内心的 其实我那么讲 我对林盛文有很多批评 可是林盛文私底下 他对他的朋友是非常好的 他是个慷慨的人 对 他是个慷慨的人 他是个有教养的人 非常有礼貌的 那林盛文怎么会发生这么多状况 本来都不是大事 比如说 你想想看 我如果他当时是讲说 我到美国 我住我姐姐的房子 对 合情合理啊 我不可能否认人家有钱 这件事情 人家在那边有个房子 他去念书 住姐姐的房子 合情合理 一句话讲完了 后面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可是到目前为止 他在处理马总统的关系 处理你这个川普的事情 你想想看 他都忘记他自己以前讲过什么话 2004年的时候已经讲过 他住过那里 你现在突然讲这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讲诚信 第二个 你的幕僚 尤其像去早餐会的时候 45分钟的事情 你把它写出来 你有没有用能的能力 第三个 就是说 你已经知道 人家会针对你的权贵 官三代叮咛 你怎么会让你太太去办那个 文化东方的派对 对 他很习惯 那个是蛮致命的 对 而且是开户最豪华的酒店 他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他习惯了这一切 所以他不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不大对 好 这旁边也没有人会提醒他 我说很多人在拍 因为觉得联盛会当選 很多人在拍他的马屁 很多人因为他是联赞的儿子 每年可以去中南海一趟 他都会跟他讲好话 所以他会看不到很多东西 OK 可是这场选战 如果这样打拿捏起来 因为台北市 大部分大家讲说 大概55比45 蓝绿一般讲的话 大概最少是5545波 那5545波 那如果要说民进党不提 然后大家共推科批 一定是希望说有5% 最少有5%的人 会因为你没有挂民进党三个字 你能够真的叫做在野 所以我不投国民党 我转过来投你 这样一来一往 就变成5050了 对 那如果要是有6% 那就赚到了 问题就在于 有没有可能是 借着 只是因为柯P不挂民进党 他就真的相信他能够超越蓝绿 他能够从国民党里面 有最少6%的人 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转换 这种方式 冬豪可以吗 从大概2012年以后 藍军在台北市的部分 不表态的情况有比较明显 他不表态 他最后会怎么选择 这一点对柯文哲来讲很难说服 柯文哲的现象是对 传统政治人物 传统政党的一种不信任 柯P 我要讲一件事情 柯P为什么不容易呢 就是因为至少他始终如一的 就是说 他挺扯水扁这件事情 挺他的人权 挺他的健康这件事情 并不因为要参选而改变 柯P难道不知道说 这样挺下去 选票不容易吸引吗 他也知道 这是我觉得他可爱的地方 可是 你在台北市 你的票就不容易拿 那柯P 如果真的要翻转的话 他必须要有更好的说服 这个说服不是靠一张嘴 是他真的相信 让台北市所谓的 比较游离的 相信说 他对台北市真的有自理能力 但到今天此时此刻 柯文哲在这件事情 做得差很远 当然这个民进党内的家务事 我是觉得李秀怜他 互党心切 可是他不了解说 台北市的天壤国 你民进党是不可能打赢 以阿扁那样子的 对不对 到了马英九还是一样 马上都重创 所以现在柯文哲他思考的 当然他第一个他没钱 以他的筹款 他自己讲 要打一场便宜的选战 打选战哪有可能便宜 而且他这个人 因为我朋友有时候打电话说 好心喔 说要不要捐款给他 我就问他 他说还不需要 还不需要 现在还不需要 两三天前 他说还不需要 他意思说还没启动 所以都现在都不用 还够用 你听了你就会傻眼 就是对于所有的候选人来讲 钱是多多亦散 他居然说还 现在还不需要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这一次柯文哲的现象 到底能不能持续让党内 我觉得他现在反而碰到最大的困扰 是沈富雄出来 柯P最大的困扰是沈富雄出来 还是连胜文最大的困扰 到底谁 沈富雄出来 到底对谁比较困扰 柯P 你确实是柯P 为什么 同质性 因为两个都是台大医学院的 他是他的学长 对 两个都是绿营出来的 而且是深绿板块 沈富雄你不要看他 他在日本的 在美国的时候 他在美国20年里面 他是当到画帕的会长 他是黑名单的 他回台湾的时候还被抓去 因为那个台湾医院 他带了一些什么禁药 还是什么的 反正洗肾的药 不小心 所以他才换跑到政坛 柯文哲 严格讲 他也没有想到他会搞政治 他也是因为艾滋病被监阅 所以他发现说 怎么这个政府是这样 所以两个是殊途同归 只是说两个人 好像现在有点要撞车 因为沈富雄也公开骂他是草包 文哲哥 除了出声以外 他们两个吸纳票员 会是柯P跟沈富雄比较重叠吗 重叠啊 你确实是他们 沈富雄绝对拿不到绿营 对 我再补充 我再补充 柯P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种 二嫩子的那样 其实他蛮细心的 我举个例子 有一次在餐会里面 他带了办公室两个助理 那正好坐我旁边 柯P差不多以后 柯P要离开 那两个助理当然跟着就跑了 跑了五分钟以后 突然间又回来了 然后我说发生什么事 他说老板叫我们说 要回来这边陪大家 因为大家还没擅长 换句话说 他绝对不是大家想象到 能来能去的 他非常细心 他跟大家玩了 打完招呼走了 但是那两个跟着跑了又回来 所以换句话说 我觉得他还是有他一套 但是你说沈富雄 我刚刚不同意的原因是 沈富雄自从离开民进党以后 你知道离开民进党的人 包括杨秋新 根本拿不到绿营的票 绿营跟国民党真的不一样 那个效忠性 尤其任党旗跟党制 是非常明显 不是国民党 国民党要很多党员 之所以参加国民党是为了政治 为了仕途 所以他的目标很清楚 我就是要从政 我就是要依附国民党 然后去参选去做官 民进党不是 他那个理念是非常强 所以沈富雄自从那个以后 我觉得他根本拿不到绿营的票 而且也没有绿营的支持者 会认同他是绿营的人 OK OK 那个 听我讲 柯P 柯P如果年底 还是无厘头 那就危险了 我举个预言故事 以前有个 这个选世界上最漂亮的鸟大会 结果一只不知名的鸟 身上插满了非常 身上很多的羽毛 然后当选 全世界最漂亮的鸟 结果后来凤凰说 对不起那毛是我的 叮 然后孔雀说 那毛是我的 叮 结果所有的鸟 把那毛拔完以后 哇 原来是一只乌鸦 你到底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如果说 柯P刚刚东豪讲的 你以为说 你因为不表态 所以可以吸纳所有的选票 会不会认为 会不会人家认为说 你是投机分子 所以你的票反而会跑得更凶 这也很难讲 你生育的票 因为你不表态 所以他就会 就都是你的吗 所以你是深绿 浅绿 加中间 加浅蓝 这又不是算数 对不对 又不是又不是 然后再讲沈富雄 你知道沈富雄 当年自从那四个可能之后 他也就不虑了 我当年在计程车上 我就听到地下电台说 历史那些没有坚定的人 这次要让他 稍微让他 让他尝试一下 就是想沈富雄 把他的票要拿走 后来沈富雄曾经 被马英九提名 为监察院副院长 因为是有一位邱教授出手 他才没有啊 所以他在绿营的角色 我认为啦 已经完全都没票 所以 一定要用台语讲嘛 这一句 已经完全没有票了 所以 所以我跟你讲 他会拉的 现在就是怕 现在反而担心是 沈富雄被人送出一效应 年底说不定他有五万票 说不定就沈富雄拿走了 那就是决定是否有票 对 就立胜负 就可能 所以他 所以之前还传说 沈富雄是否上排出来 故意要给连设委难看 还有这种说法呢 文生哥你还是决定是这样 不是 黑文姐刚刚讲的 他只讲上半段 哪有下半段 因为他是参加李秀莲那一场 参会我也在 柯P是在绕场子 两个助理是临时拉来的 不要讲招 所以啊 所以 所以 不能讲一半 他现在林世佳都没有在旁边了 对不对 那林世佳一路跟 跟到最近不见了 所以他是有容乃大 他没有班底是最大的班底 这是李登辉的话 对不对 所以说沈富雄 沈富雄他本来就是绿的 他到现在还是绿 我跟你讲 就算蛮久 当时提名他当监察院副院长 我告诉你 他还是绿的 因为画帕能够干到会长的 他是绿的 但他拿不到绿营的票 拿得到啦 那是关键 你不要说拿不到 这个选举 没有到最后一刻票投下去 猪羊变色啦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一场选战 针锋相刺嘛 那柯P比较有力的一点 他其实是没有包袱 那林世文这边 他除了说 他开始的时候 他是在那个圆环 那一场演讲讲得不错 可是地点选错了 圆环你什么地方不好选 选那个圆环 选人家发姬的地方 那什么发姬 那个是 那也是成名的地方嘛 然后又讲说大连舰队 又说有张话 大连舰队是什么 今天甲午年 大连舰队 哎哎哎哎 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 客气了 我用记者的角度来看 就是如果我是柯文哲 我认为柯文哲的选战 他的策略 从头到尾都是正确的 而且他吸引了 非常多的人的目光 这个从他的民调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他喊一个 在野大联盟 他一开始就坚持 跟民进党做切割 而且这个战法 到现在为止没有改变 甚至连民进党都接受 重点不是在民进党接不接受 而是在于民众接不接受 如果我们相信 所有的民调来看 你会发现到民众 是接受这个论点 所以相对来讲 你说沈富雄 吕秀莲 这些人出来 对柯P有没有影响 如果我是柯文哲 我巴不得他们出来 而且巴不得他们骂我 为什么 代表我跟民进党不一样 代表我不是民进党 你们这些人都质疑说 我今天到最后 我就是代表民进党出征 对不起 你看民进党对我也有疑虑 所以相对来讲 我认为柯文哲 他在打的是一个团队的选战 柯文哲 外在给人家看到 是一个柯文哲 你如果再发现 你会发现这个礼拜 他的话语在改变 他懂得谦虚了 我相信他的幕僚 做了很多的努力 任俊 对不起 你刚刚前面讲的论调 意思是说 大家当看到 一千个民进党的人骂他 可能会有一万个民众 非民进党的去管他 会因此挺他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选举的策略 我就讲说 我们从民调回来看的时候 柯文哲从一开始喊 到了现在 没有说有人讲说 哎呀你又改了 什么在野大联盟 现在变成全民大联盟 不重要 那个不重要 重点是他跟民进党是切割的 其实对柯文哲来讲 他当然是有利的 表示身绿的那一块 对我有疑虑 可是我柯文哲 当时我就打这个旗帜 我希望吸引大家注意 所以你说民进党 为什么要去跟他做妥协 为什么愿意去签 因为李秀莲上权入党 那四个字是我写的 我们那时刚好 我就在他旁边 他就问了他 他就讲了这句话 可是相对来讲 你说柯文哲这个战术 没有用吗 民进党为什么会愿意 做出这样子 一个李秀莲口中 叫做上权入党 这样一个条约 所以说我完全不去干涉你的状况 我也不会要求你入党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民进党说 不行你要入党 那柯文哲还玩个什么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是 沈富雄的出现 他还是搞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吃到蓝的票 还是吃到绿的票呢 其实我有一次机会 正好是跟沈富雄 沈富雄医生同台 那他就直接就 巧评的说一句话 柯文哲如果真的出来 他一定会选到底 这是他们讲 我当时就很好奇说 都要省老大 那你怎么会这么想 他说 我们现在拼财经 柯文哲懂什么财经呢 今天台北市要的事情 是需要一个懂金融的人 柯文哲懂什么金融 所以他后来就对柯文哲挑战 财经的部分 那当然私底下 我们又聊了一些别的事情 那是有牵扯到 比较私理欲谈 但是他一直强烈的一件事 对沈富雄认为说 今天台北市问题 是整个金融的问题 而不是单纯说 谁来代表台北市 面对台北市的问题 这是很单纯的话术 那现在就真的 柯文哲一有机会 他就真的跳出来 那到底最后会影响到谁呢 我觉得最关键是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也不用太把沈富雄 过度的去看他 到底能够吸多少票 而是很单纯的事情 是他能够去批判出 到底哪个人 对于某些特定议题 是比较弱的 我们担心这样子 比如说今天沈富雄 因为他这个人 本来就善于认输 他如果谈了什么议题 正好柯文哲 或者是这个 连胜文他接招不好 或者是他提的是 财经议题 正好是连胜文 最强了一段 这对柯文哲 也不是一件好事 但我其实比较偏向 是跟温森老大哥 说的像类似 其实我担心到 沈富雄拿了多一点票 是来自绿的 而不是来自于这个 是蓝的 因为蓝的部分最后终结 以现在的状况来看 最近在投票的时候 只要连胜文 不要出太大的错误 最后蓝的泛蓝的 还是贴下连胜文 因为对柯文哲来说 我跟你不是认识 虽然我不认识你连公子 但是我至少认识你连战 也知道你这个家族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要担心 沈富雄到时候 他在他言辞犀利的过程当中 他所批判的刀锋所指 是这两个候选人 哪个人的弱点 等一下你刚才前面讲说 到年底蓝营还是会回归 那最起码就是说 我就算对联社你不熟 但是我知道你爸爸 我知道你国民党 大概就会是什么样子 那柯P我对你个人不熟 那你跟民进党 又保持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不知道 未来市政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会变成是这样的结果 因为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 今天当然他某种程度 他需要民进党切割 这样才能取得中间的选民 但这个选民 其实东西是很难说 因为在投票过程当中 那一瞬间 中间选民是不是还是会 选择他颜色比较偏向的方向 我们看很多选举 最后你只能无奈的说 选举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子 我们说苗栗县也看得到 选举就是这个结果 人们还是习惯去追寻 他既有的路程 所以其实柯医生跟民进党 到底要怎么合作 这是一个我们还是 没有办法去说力跟屁 但是我可以强调一件事 吕秀玲也没那么伟大说 去攻击柯文哲 会让柯文哲更好 我也不见得 吕秀玲对于民进党 他有非常强烈的那种爱党情操 所以他是认为 这个党就是羞辱了 他没有说因为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柯文哲就加分 其实我不觉得 反而是因为 吕秀玲这样跳出来 有更多深绿的民进党人 在投柯文哲 他会选择他不要投了 OK OK 我解释一下 我刚才那个说法 并不是说吕秀玲 要透过那个方式去做操作 我讲的是说 我如果是柯文哲的立场 因为事实上 吕秀玲那个专访里面 我们很清楚的把它写出来 就是说吕秀玲 他完全是站在一个 所谓党的立场上面去看 他认为党必须要有党格 可是不代表说 吕秀玲出来批 柯文哲这件事情 是在帮柯文哲做造势 OK 来 多好这边 因为 沈大佬的这个 他是变化球 因为你如果要从 他会影响 对谁影响 现在看是不准的 为什么 有台 三立做了一个民调的时候 认为说 沈大佬对于 这个蓝军的影响比较大 比如联合报 做的民调里面 沈大佬拿到的是 泛兰的票比较多 前后 在十天之内 做出来的东西 完全是南辕北侧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 选举里面 这场 今年这个台北市市场选举里面 你目前所有的民调里面 的位表泰民 选民 会非常的关键 为什么 第一个 你为什么要讨论沈大佬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预期 连赛跟柯文哲 连赛跟柯文哲 会是有史以来 最接近的一次 对 那沈富雄 沈大佬的票 就会有影响 那在 传统蓝绿板块之下 原则上 倾向于 沈富雄 沈大佬的票 他很容易 在最后阶段回归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假设推论 因为 这不是我发明的 是这个 洪洪泰教授 他是这几年 专门帮金普聪 金普秘书长 做选举民调的 那 他们的调查里面 就有一个 一个 一个 结论吧 年纪越大的 男性的 在现在的民调里面 选择不表态的 越来越多 越北部 越明显 OK 所以他推出 蓝色选民 在现在的民调里面 他尽量不表态 那不表态 因为越来越多 我们在做 如果连胜文跟柯伦哲 我就发现这个现象了 他既然不表态 可是他可能去投 对 所以连胜文会有优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沈大老的出来 他暂时吸收了这票过来 因为本来不表态的 有一部分跑到这个地方去 所以沈大老的威力 也在这个地方 可是 这个威力 有没有办法延续到 投票那一天 尤其到最后 会不会出现所谓的 气宝效应 是 你要气宝效应 或者他回归蓝军 都可以 所以这也就是 你在看整个 这个盘里面 在这个选择里面 他也许 会是有史以来 台北市场选择里面 最难推过的 我们最后要请教现场 所有的来宾 两个问题 节目 为什么邀请各位 因为各位呢 除了你说 在跑线的时间长 然后接触到政坛 各方面的一些人士 好 讲白话一点 就各位是权威人士 好不好 两个问题 第一个 年底六都 到目前 因为现在还有五个月嘛 我打算 我们每个礼拜 一路往下 一路往下问 看谁判断的最准 以现在的态势来看 六都 蓝绿 各拿几都 那柯P算绿好了 OK 好不好 任俊 三 三三 会丢掉 国民党会丢掉 台中市 台中以下的 都好 三比三 一样 一样 33 台中 33 文森哥 四 谁四 台北市 台北市 也会丢掉 台北市 也会丢掉 我们有信心 有没有信心 所以你觉得 国民党只剩2 国民党只剩2 国民党剩新北桃圆 如果选战 打到最后绝对是 连胜文 马脚必落 OK 好 那目前判断是这样 那还有一个问题 快到6月底了 朱立伦 我们阵营说 新北 因为现在只有两个选项 对不对 一个 主席员 连任新北以后 再去选2016 另外一个就是 不选2014 直攻2016 那我们就讲说 月底他如果要宣布的话 照各位现在 所收集到的资讯 他会不会选 连任新北市 人群 连任 都好 连任 你还是维持连任 当然连任 对啊 当然是连任 你们都不是随口说说 你们都是由你们判断的一句 对不对 不是不是不是 我还是重复我的一句话 他如果不连任 他就最后就 结论就是四个屁 OK 所以他一定会连任 他现在绝对 不会当出头鸟 连任 如果现在不连任 就摆明了我要当出头鸟 对 OK 霍生哥 顾全大局 连任 连任 因为身不由己 所以六月你的答案是连任吗 他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为什么 你不连任的话可能 什么也没有 桃园的那一把火就烧过来了 不是媒体上就讲说 放手让他去选 放手让他去选 然后现在反而变成责任大 所以我不能随便选 是这样的 我比较全摩 我看到那个大团尼港 让他尊重他的选择的时候 我的感觉 我又看到马无配成局 2010年的时候 肖万长被排除的那一生 马无配成局的感觉又回来了 所以那个不是很好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 那不是表示说尊重你 因为政治人物 你已经到这 对啊马中文 媒体那天那一篇不是讲 马中文任期剩两年 然后金部长就讲说 其实两年 对啊总是要让他们 对对对 政治人物他们自己去做 这样一个选择 那个话是尊重 其实那个威胁的意味更重 报告两位 报告两位 政治啊我听到现在 没有这边传续说 我尊重你的选择 对 没有这一回事 你的表情吓到我 我当我说我尊重你的选择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怎么选择 越尊重越要小心 对 当然就是 政治没有什么我尊重你的选择 这一回事 当然朱立伦的那个 朱立伦团队里面 也有人主张他职工2016 也有人主张他选年任 主张职工2016的人中间 包括侯府 就是被点名要竞选的那个人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自己也很矛盾 可是那个金辅聪跟马英九丢出那个话来 那个威胁力 威胁的意思比较大 所以威胁哥 这真的是威胁的意思比较大 台湾法叫寡准立港 没有出港 入港 对啊 没有出港 大船离港 那瓜杨中一条船 生死未冥 对啊 特别是山都变成是国民党副主席之后 吴敦毅你看 插下去变成第一副主席 国民党过去哪有什么第一副主席 没有啊 所以这个就表示说马英九是挺吴嘛 那你猪如果敢出来 那个 敢踢就大 对吧 这么严重 我给你政治是现实的 我给你大准立港 我讲的比较现实 威胁比较大 你如果没有党的奥援 没有党产的资源 你平和去选 高家 高一人家还没有富可敌果 人家大概还可以 在党里面 当我的主席还活着 当我的总统还活着 叫你说 谁敢在我面前 自称他是大船呢 当我这条大船出去的时候 哪一个人敢开进来挺我的位子 所以我就讲说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文化 这个我觉得大家也不用 也不用整 我刚刚讲说 你今天是一个出头鸟的时候 不要说马上会打你 旁边的叮哩哩哩哩 就把你打 所以相对的来讲 其实你说朱立伦 他也没有心要往2016 我认为他如果是没有 他就不是朱立伦了 但重点是他党内的氛围 到目前为止能不能形成 那边你记得在那段时间的氛围里面 是所有人都在讲说 有人利用政治操作 去操作司法 让朱立伦困手在新北市 为什么突然跑出一篇 讲说 哎呀不对啊 你要放手啊 你要让他自己做自由选择 这你不觉得他是一个 很吊诡的一种 新闻上面的操作吗 所以你说朱立伦 他们没有看到这篇 新闻的严重性吗 他猜 他惊得很 汪潔民 因为我们其实看马英九 多一点了解这个人 你看他所有的政策 现在都已经往下 就即便是现在的选举状况 对他几乎是 国民党是极度不利 尤其是台中 韩台中以南 几乎大概是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可是你没有看到 马总统针对这个选群 他有特别着急 或者是想要去改变 什么事情都没有 是目以沉舟 但是如果针对到目前 他所坚持的国家大计 比如说像是福茂 要不要在这次临时会通过 根据他自己的位置 政府中还可以在全台湾 到处跑来跑去的情况之下 马总统爱护他自己的权位 远大于国民党的利益 你为什么不说 因为像那些不都是 台湾未来的长期角度 就马总统的想法 对台湾未来很重要 所以这表示他大公务事 他不管选举那一块 可是我要管的是 台湾未来那一块 所以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他是党主席 他当然一定要在意 选举的结果 他可以为了这选举结果 先预设一个条件 只要总统在的时候 主席就不用更换 他的心情已经笃定了 现在各位长辈的来宾 都讲过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他左手说你大船出干嘛 随便你去 但同时间他就把 那时候我们非常意外 因为那时候台湾 因为这个巴德案的事情 正在吵得闹闹闲闲闹闹闹的时候 突然一句话 巴德马总统不在意 他马上只在意吴敦毅 要不要做第一副主席 我其实我们在看这讯息的时候 我想说这怎么大的一个事件 是来自中央官员 包括行政院长 这样的话以下重大的事件之后 我们的马总统竟然轻轻松松的 就把这吴敦毅送去做第一副主席 谁是吴敦毅 吴敦毅 我要说的意思是说 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某种程度就是 你不要挑战他权力 你知道从一个吉祥看 马英九大家叫气定神贤 真正气定神贤的是吴敦毅 他原来不是这个样子 我上个礼拜在一个饭桌上跟他同桌 你知道他非常的心情愉快 而且气定神贤 那他是那天的贵宾 要上去致辞 他站到台上去的时候 跟在那个手桌上的每一位客人致意 头衔名字叫得清清楚楚 而且站上去讲的话 都是马英九最爱听也最爱讲的话 第一个 马英九上任以后 从免签政国从54个到144个 美国38个只有38个免签政国台湾就是 然后到今年年底 观光客会突破900万 这都是马英九最爱听的 那你说朱绿伦他们又听不懂 12年国教 然后郝龙斌又要把那个陈水扁保外就医 那胡志强还笑马英九要开鞋店 那你说说看他真正诈意的是谁 所以吴敦毅现在气定神贤 讲马屁话没用啦 最重要是金小道出鞘 你看他最近海巡署调查局 所有的情势系统 他以国安会秘书长亲自出马 这个已经打破大概宪政史上的记录 这一招是最大的棋子 我觉得是变数最大的 OK 政治怎么这么复杂 政治特复杂 就讲一句话他们也很解读成这样 然后连吃饭做个位置 你们都觉得明明人家安排的位置 我也不能随便坐下去 我们不解读以后没通告 OK 好 不过真的 我跟你讲每次要请现场所有的来宾 就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资讯 显然会比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会碰到的会非常多 那最近的就是看看六月底 新北市场注意人 最后会怎么样宣布 再来就是每个月每个月 每个月大家来检视选战的过程 功成略地 谁得谁失 未来会怎么样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非常谢谢观众 观众朋友收看 接下来请锁进新闻 追追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